《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建尼地政经,冯志正》 好,欢迎回到建尼地政经,我是冯志正 今天我们这个集数就比较特别了 有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身处现场,钟导演 就跟我们讲一讲其实一个艺术和所谓的信仰之间的关系 甚至可能我们牵涉到一些我们今时今日可能在一些政治上 未来23条我们经常说有软对抗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忠于自己的表达一个艺术家怎样可以发挥 甚至我们会面对着一些什么人生的问题 都会放在今天这个节目里面 尤其是我们知道在香港政治环境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都有一帮很有心的剧作团 都是为我们带来了世界各地不同的一些剧场 甚至是一些图剧的作品 这个礼拜五我们就有这个《片刻寂静》 一个伊朗剧的著作 当中是讲到是用人和艺术家 在伊朗的环境下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请了他的导演 钟导演就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先感谢钟导演来我们这里的现场 Hello,大家好 阿章涂我们都要问一问 首先由开始一部戏 慢慢讲回我们今时今日的香港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部《片刻寂静》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其实这部戏是讲什么呢 主要它 譬如我们知道的情况就是 它是一部伊朗的剧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选一部伊朗的剧 放在香港的陆中公演 尤其是香港人也不太熟 伊朗的文化 究竟有什么特别 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去看回其他国家 它发生的事情 它可能本身的文化背景和历史 有一些跟我们很不同 但是原来他们的人民都是面对相同的处境的时候 一来你会 我想有一种遗老的感觉 原来其他国家都会是这样 第二件事都很重要 一种可能是警醒的作用 或者去帮我们去想下一步 应该怎么做 可以说回那个戏 刚才你也说到 那个戏是中间提及到艺术家 也不知道艺术家 而是普通人 在环境下怎么生活 不止一定是说整个社会环境 而是他在说当中其中一个主角 他就是一家三口 是三姐妹 然后其中一个妹 不知道为什么 隔几年就突然会长期昏迷 但是他刚好只不过是他普通人昏迷的时候 可能在伊朗那里发生一些很大的动荡的时候 所以整个戏其实都还挂多长 由80年到2000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女孩她第一次昏迷是80年 80年如果大家有机会之后认识多一点 伊朗的历史就是刚好他们一个相对开放的皇朝 被人推翻了 现在就换来现在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这个会和他的社会环境当然是有关 但我想他更加着重的地方就是说 关于你的环境是这样的 或者那个女孩起床 她发现为什么突然没有了三年的人生 原来这三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的时候她会怎么样去生活下去呢 或者更加重要的提到她的题目 因为那个女孩她经常都表达她有个很大的担忧 她就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明天早 即我今晚睡着了 我明天早会不会醒醒 即是三年之后 如果我的人生永远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会不会醒 其实我很难去计划我今天 我应该怎样去做 或者我能不能够还说很希望呢 如果都不能说明天是怎样的时候 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对于现在的香港人 或者刚才你说到我们刚刚面对的处境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很多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时候会危机上到门是针对你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会令到我们有时候 开始好像觉得其实 那个戏里面说到的处境或者 那个状况不是真的来我们那么远的 嗯 刚才你说到 他导演就用了一个 或者那个剧场里面 就用了一个很科幻的形式 说到一个人突然间昏迷 但是起床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其实你问我 其实跟香港一般小市民是差不多的 当然不是说我们受着什么国安法的影响 明天早有没有警察上来 这些问题 而是其实你发觉这两三年 尤其是可能大家留在香港的朋友都会知道 我们很难计划到三年之后 刚才你说的那个女孩子昏迷之后三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你只是看看香港今时今日都是 我们很难可以做些什么 比如叫你做这个港元定期 做超过三年 你肯不肯 你都不肯做港元定期做超过三年 你现在做港元或者我现在做港元定期 我都是做一年半年 接着有些什么OK的 就再做多半年再去做 然后去买层楼或者去做一场生意 而我们谈不谈可以说可以谈一下 先放久一点 就是现在就亏了三年 三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有回本期了 其实你去到今天香港 你都不敢计划一个所谓短期 其实三年不是很长的 这个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对于可能这部剧里面 是不是都在说那个 就是我相信下一年 那个信仰的信心在哪里 类似的东西 是啊 其实他都很讲到究竟 尤其是他说的 他比这篇下一年 你不知道是说自己的状况 例如他刚才说的 他一家人的情况 你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你不知道你家人会怎样 我想这个也是更加有趣 他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确实 每个人你在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身上 你不是一个个体 你一定是绝对是 和你的家也好 你朋友 或者你更多更大的圈子也好 都是那些有关系 而当 你会想象到 当这个社会那么动荡 或者那么多东西 特事发生的时候 其实他会 怎样都会影响到你 用不同的角度都会打到你 香港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100%确定 你亲戚朋友 或者你很亲密的家庭 无论你兄弟姊妹 又或者你的子女 这三年内都是不移民 这个其实是同一个情况 在其实那套戏里面的情况 就是你的家庭结构这三年 都是会受着影响的 我们难听些说 近来有很多 某一个家庭受着国安法影响的例子 你都发觉 有空无事关心太太来不离婚 儿子会不会和我父亲见面 是不是整家姐妹应该拜年的时候怎么过 那你会发觉 这个是一个社会不能够脱离了家庭关系 尤其是在伊朗 伊朗是一个更加牵涉到大家家庭关系的问题 其实香港当然也是 就是你如果自从我们有移民这个路径的时候 我们都 plan不到外面 但是那个剧里面它怎样表达到 或者他们怎样去探讨这个行为 就是人类如果我们做不到未来三年的计划呢 我们现在的puzzle的情况 就是很现代化处理的 定期不要做三年 但是在一套戏里面 他们是怎样处理的 例如我刚才说有一个场合我很喜欢的 例如我忘记了一个女孩 她第几次昏迷醒了 然后那时候其实相对上 应该是伊拉和伊朗的战争相对放缓了 也都普遍在伊朗里面的昏迷没有那么 strict的时候 那女孩就突然间 我很想去旅海游泳 我很久没有去过 我很想回顾我小时候这个开心的情况 但是她晚上那里 因为本身就是说第二天 阿姐夫就会驾车一车去旅海玩 但是她死都不肯睡觉 那女孩不停地抓住阿姐夫 那她就刚才说到那一段 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我今晚睡了 我明早醒不回 我想她醒不回更加重要的那件事 她说了给你听就是 其实刚才说了 她都是隔几年醒一次 但是那个女孩很知道 第一 我会不会我现在这次我睡 跟着一个导弹打下来 其实我是不会醒得回的 或者是可能我乱说她 可能她睡着了 她醒了的时候 那女孩已经被填平了 就是你不知道的 而她说的是 真的很担忧的一个状况 她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那或者是可以透露一点点的 就是中间呢 其实那个戏里面有另一条主线的 也有个剧作家 那剧作家那条主线 和刚才那三字母的条线 有什么关系呢 我姑且就不在那里说那么多 但是那个剧作家 他中间有提及到 他在一个剧本的 他在这个戏里面 那他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那他就是说 他生命受到威胁 因为他作为一个作家 可能他有时候 他说一些他想说的 他说一些他相信的 但因为这样 而他生命受到威胁 在一个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发觉影响到他的创作 因为他很想去写一个作品出来 而这个作品里面 他觉得这个作品很悲观 所以他说 但我觉得我的作品 不应该那么悲观 我应该透过作品 来给到希望人家 但是在现在他自己的心理状态 他觉得他说不到希望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写下去 我想这个也是 挺回应到刚才你说的那件事 就是在这个戏里面 我们怎么去见到那些人去理解 如果我明天就死了 或者我不明天 应该说最恐怖的 不是你知道你明天死 而最恐怖的是 你不知道你明天死不死 你说完这一部分 我觉得是有些最大的 或者最担心的事情 原来我们的恐惧 不是来于我明天死亡 原来我的恐惧 是来于我明天不知道 会不会死亡 原来明天死亡 其实不值得恐惧 好像Steve Jobs 他知道他明天死亡 反而他每天想着我明天死亡 他就很積極地过这一天 但是你明天不知道 你死不死 你就不知道你做不做事 这个是更加恐惧的 我觉得 你这样探讨的时候 你找到人类情感上 一个很真实的一幕 就是我们的恐惧 不是源于不幸 我们的恐惧是源于未知 如果我们明天明天 可能很不幸地说 呂海可能明天就会被人填平 自己明天就会睡一睡 就要睡三年了 那你反而你会知道 既然明天我就会睡三年 那我今天就不要去旅海 我去露营野餐算了 不要走那么远 但是正正就是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就好像我们现在 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 或者我们在香港今时今日 我们不知道三年后 我们的经济会怎么样 我们的生意未必放在香港 我们帮子女去筹劃未来的时候 可能老师跟你说 你三年之后升上我们的中学 我们的中学开泳池 之后就会很漂亮的 但是你都可能自己盘算一下 我儿子三年之后 很有机会在英国读书 对不对 但是我又不知道 是不是逼着要去英国读书 然后那一刻 你就不敢和小朋友介绍一下 其实你会不会很爱你的学校呢 因为三年之后你的学校就开新的游泳池 那你可能会反过来 不如给少一点希望她 免得离别的时候更加之惨痛 那在这个剧里面 你表达了这么多未知的时候 你自己又怎么看 究竟对于你代入这个情感的时候 你觉不觉得自己的生存 都是一个很未知的情况 绝对是 首先 不要说是不是在香港 从事 选择从事艺术 这一行已经是一个很拥抱的未知 你做的事情 甚至说我家人 他不是很理解我做些什么 但是我家人都会看电视的 都会看大台的 他还未分别到 其实我不是拍电影 或者我不是拍电视剧 我是不会做的 不过anyway 但是我家人都会说 有时做这行真的很辛苦 你讲不完的 就算你多努力也好 你有没有观众缘也很重要 这个对我来说 确实是对的 就是我家人跟我说的这个说法 确实我见到我身边 有很多从事艺术的工作者 可能他很努力去做的事情 他很认真去做他的工作 甚至可能有些做幕前 他外表也不差 他可能唱歌跳舞也很好 但是就是没人找他做戏 或者他做戏 其实我是吸引不了人去看的 那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你不知道你成不成功 或者好像我们一些偽团 我们每次搞一个演出 其实因为有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得到资助 可能有时候 你自己去做一些show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 你会不会回到本 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一个show 可能平时都ok 正常可以平倒手 到他突然有一场 突然有个戏 他完全回不了本 然后整个团真的接了 而且过去那三年 我们就发生过了 打算开一个剧出来 觉得ok 突然间covid 突然间covid 然后打算不重要 我们扔了一些出来 这场虧了不要紧 我们下场都ok的 covid而已 一个月就过了 接着第二个月 第三个月 接着过了两三个月 你发觉原来covid 我们不知不觉就过了三年 这个是 我不知道你上三年怎么过 我身边做艺团的朋友 尤其是做剧团的朋友 上三年是过得非常之 那种坦剔不安 就是本身做剧已经坦剔不安了 突然间就会发觉 为什么 为什么我好像 自己还应不应该做这一行下去呢 尤其是我不知道 那个动态清零几时完 没错 所以 就像你说的 其实我们那种不安的情绪 一直都在 尤其是做艺术家也是 但是呢 我们一会回来 我也想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艺术的 或者这个所谓的不安情绪 以前我们纯粹经济动力 在香港人做生意 香港人去公层楼 你都不知道 你会不会三十年内有工 但是那时候 我们仍然相信 就是我们 香港人最大的信仰 不是像大家那样 一些艺术的团体工作 我们一些什么政治信仰 民主自由 其实对我来说 香港人最大的信仰 就是我肯公层楼 公三十年 这个是 对我来说很大的信仰 你怎样觉得自己可以有收入 三十年都可以每个月给这块钱呢 那是很厉害的 但是一旦这个信仰 我们打破了 我们怎样去重拾这个信仰呢 不如我们广告回来 听一听艾伦莫经 你介绍的产品服务 还有我们这个团 在星期五 七月二十八日 香港时间八点钟 就是有这套的独剧可以发生 那有些什么呢 可以找回 听听我们的广告 如何去参与我们这个独剧的演出 又或者参与我们这个 一起观赏 那不如我们在广告回来 继续和钟导演一起分享 为何忠于艺术需要扶上生命的代价 香港剧团刘伯之间即将声演 伊朗著名戏剧《片刻直正》 用广东话带领大家走入神秘 而又熟悉的伊朗世界 探索自由和快乐之间的关系 二乡港鞋 愿归来仍是少年 三十个移民家庭的教养力险忌 是2019移民朝后 首本离散港人访谈集 由希望学暖心出版 关心社会的高学力人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 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 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 社福活动 任何慈善活动 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和大家推动 好,广告回来继续坚尼地正经 那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一套剧里面 我们带出了一个情感 一个所谓对于不安 对于未知的恐惧 又或者对于未知的忧虑 以及对未知底下 我们怎样可以维持着我们的信仰 就是信仰不是政治的问题 也都不是经济 或者是一些宗教问题 就是we believe in something 我们的信仰就是 我相信明天会起床 我相信明天会起床 这件事其实是很难去 就是它就是用了同一个情感化成一套剧 变成一个我们的 就是今时今日去规探的情感 但是对于你来说 就是阿忠道你都做艺术創作 或者做导演做这个 就是舞台剧都做了10年 差不多10年 都差不多10年 是的 就是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何你仍相信 就是你第一年就说 错误地 或者不觉意想试试新行业 你去到第五六年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 为什么相信这件事呢 哇 呃 好问题来的 这个都是一个挺 特别的问题 我想都挺多不同的挣扎在这里 我首先说我估计我是比较幸运 我纯粹以从事剧场的行业来说 我都算是有足够的工作去使我生存到的 这样 当然也可能 在香港 只要你不用买房子 因为我还跟家人住 所以你不用买房子 其实都容易生活到 但是我想那个信念或者信仰 其实很多时候两样东西 我想我记得就是 尤其是我觉得 我做舞台剧是一种即时的表演艺术 就是可能你和你拍电影不同 我作为拍电影 我作为个表演者或者个导演 其实我是不知道观众 当下在看的反应 当然想像是你拍电视电影 那些你可以完整 你去听影评 或者你去看一些 你去看一些人的反应 但是你不是你表演着 那个时间你就已经 立即知道观众的反应 我想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人与人的交流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正如刚才所说 我们很多不知道明天的情况 不知道未来是怎样 但是我会相信那件事 或者我亲切地感受到的就是 我在现在这一刻 或者最简单来说 我现在和你聊天 我希望我和你聊天 这个是真实的 我们真的在交流 即管我们结束了这个聊天之后 我们不会再聊天 或者我们不知如何反目成熟 这样就算了 那都好 但是起碼我们曾经发生过这半个小时的过程 是一个真实的经验 那同样地在 我想做表演来说 一个很可贵 或者很有趣的地方 正正就是这一种很 当下现实的交流 你想想有些似 《论暴政》里面说 最简单的其中一个行动就是 你见到你鄰居的时候 看看他 打招呼 这些事情 其实有时候可能是一个 剧场的表演艺术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实际上 很在拥抱的 就是这一种 当下和人的交流 我想这些都是一些 能够支援我继续去选择 做这个行业 或者去继续创作下去的原因 其实那种 我们如何掌握当下的感觉 这个是很难抓到的 而且我们很难去发挥到的 虽然你刚才说 《论暴政》的书里面的时候 他说如常生活 根本上就是一个 最容易对抗暴政的方法 就是我继续生活着 但是这种其实 你说从一个小生活 可以打一个招呼 说个hi 说一下笑话 那这个也是一个 可能在某一些特殊状态下 生活的情况 但是我总是觉得 在香港这个状态 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曾经何时富裕过 和封城过 这个是最难捱的 这个位置 曾经何时香港人的人工是很高的 就是全球1% 2%之内 虽然现在仍然是 第二就是 我们对于未来的诉求 未来的一些盼望 是很强烈的体验 就是我用一个很粗粗 很熔续的例子 就是你买一层800万的楼 而那层楼只有300多400呎 那这个是不是很奢侈 那我们真的是很奢侈 对不对 我们当时 我们都是解释不到自己 为什么可以 将800万的人生的积蓄 放在一个400尺的地方 而这件事是远超于这个世界 所有的楼遇价格 差不多三至四成 那你现在去到外国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为什么我们当时 那么相信呢 但是我们以前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 今时今日的 无论是艺术家 又或者其他的人 我们的希望 不单止是越来越难掌握 不再是一个 就是大家save个hi 就可以ok做到的事情 现在其实我们面对着的生活困境 都大 我不知道在艺术行业怎么样 在很多的一些文化行业 其实一直都是受到政府资助 或者是有很多外面商界的捐款参与 富二三代的无偿的支持 这几年是不是这些资助和支持 其实都很大压力的 绝对会 就是刚才来说 艺术的资助 很多大部分都是 香港比较容易的 或者大家比较接触到的 就是说艺术发展局的资助 艺术发展局 它严格来说 它不是政府部门来的 嗯 不过它是拿政府钱的 还有政府是和它有关系的 那么你会见到 这近几年的换届 就是你会见 例如说 早一届的艺术发展局 其实它大部分的 是真的会出现过 说的是 不同派别之争的 I mean 是它那个政治的 但是去到近年 你很明显见到 这次的换届 是突然间换了很多 是一些 比较亲建制的艺术家 我不是说 他们做不做到这个问题 而你很明显见到 他们去 之后 你会令到很多 我们从小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有很多 担忧 究竟他们会不会 那个 评选的准质 开始有不同呢 它质重点会不同了呢 或者你会见到 例如说 魏法局近年也都推行得 越来越多 始终你知道魏法局 其实它 拿得政府够钱 是一个恒常的饼 它不会突然增多了 然后它突然批了一份钱 去做可能比较多 是关注于大湾区的项目的时候 相对上 你会想象到 它在本地投放的资源就少了 除非你愿意 或者你很想去大湾区 那你就可以拿那块钱 那这个都是会 很多艺团都会去 直接你会担忧 或者你会想到的问题 哦 你这个说法 我完全心有同感 因为你在说魏法局 当然你说 背后魏法局选举 它是否政府机构 那会不会和政治有关 那当然 很多香港小市民 不会这么破直局的 每一个生活 不会天天就说 我要宣扬民主自由理念 所以很多建制派的朋友就搞我了 一上台 我们就少了个分定 未必每一个人去面对着这么大的压力 但我相信很多人 跟你的压力是有少少相似的 就是今时今日 我们很多人是靠 不可以说靠政府资助 我们有很多资源都是由政府的参与的 甚至乎我们经常说工程界 建筑界 差不多一半以上是政府资源 但是这些参与 他们政府突然间有一个新的质重点 这个质重点是我们过往 不会很理解的 艺术里面就是多了很多 国内的艺术团 中国的艺术 自己不是做那一份 就突然间被人拔了一块钱 我在教育界的工作 我是完全感觉到的 以前香港的学生 你无论钱 钱他们可能以前有一部分 放在国民教育很少的 现在就放了很多 有国民教育 国安教育 但是其实你发觉 我的小朋友 不是只要学这些东西 他想学多几个外语 他人生有很多 所谓的新的 21世紀技能 他想学电脑 他想学其他东西 那这些时间一少了 你的利润 或者你所参与的 未来就会分薄了很重要 这个对于 对于很多香港市民 一般都要伸同感受 在我角度 我觉得 为什么突然间 笑了一刻 这些事情不政治 但是你会不会有些担心 就是我们未来的社会 会越来越少这些资源 或者我们其实是 不能够再透过 那么微薄的资源 再生存 我相信越来越少 是真实的 就是会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觉得 整个我们都有很多 不止是香港 就是其他地方 他可能会 都会有同样 是 比较多 对于文艺的东西 会有多政治监管的地方 他们的艺术家 都最后都会找到方法 去生活下去 或者我 我常常有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不是那么正确 但是我是科幻一些的比喻 就是 以前我们不是常说 环保的问题 大家不再注重环保 这个地球就毁灭了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心里面有个 可能都是信念 就是觉得 其实这个地球 是不会那么容易毁灭的 就是毁灭的只是人类 就是可能是有个大灾难 那些人类死了 然后你想像 那些科技倒下之后 那些会制造 环境污染的倒下之后 其实这个地球 它自己会有方法重新的 那你跟刚才讲的道理就是 可能 总会大家找到方法去生活下去的 或者是 我很喜欢一个例子 就是 可能你也知道 哈维尔也都会分享到 可能当年的 权统治的时候 那么 捷克人就很喜欢 在啤酒馆里去 互相聊天 互相传递信息 然后我试过去 有一次在这个叫做 塞尔维亚 那他都有经历过 被极权统治的时代 那我又问过 当地做剧场的朋友 那他跟我说 他说 如果捷克人 是在一些小酒馆那里 互相传递信息 那 塞尔维亚人 他就在一些小剧场那里 互相传递信息 那所以我相信 其实总是会 就是一条 一条 一条鲜鱼 一条底褲 都是会有他用的方法 有他生存之道 还有你可能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不能够否认 就是 剧作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面 超越了二千年的文化 我怀疑 就是我 一定超越了二千年 因为 在 BC年代 其实都已经有这个剧作 那人类是 是喜欢看剧的 剧是人类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而剧作这麽多年来 都未断过的 所以 就是不会因为一个政权 或者少少的一条法例 就没有了整个剧作生存的空间 但是 但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现在的确真的有一些新的法例 准备会针对着文化艺术 尤其是我们想说的就是 二十三朝在局长的定立下 当然它有它自己立法的原意 它有它自己面对的执政的意志 但是它放了一个很弱的意思 下去之后 令到我们的生存 是有一个真的比较大的挑战 它就是 加了三个字 叫软对抗 甚至乎它将这个软对抗 演绎的时候 很偏偏地 就是针对着文化艺术 它认为文化艺术界 是有一些软对抗的情况出现 对于你来说 你有没有担心过 就是以前我们本身 赚钱都不容易的 现在还要搞一些 就是给人不要标签做软对抗 就是我 我怎么知道我到剧 出来的时候 有几何软对抗过的 两样都会有的 就是你说同时间会有担心 但是呢 就是这个担心大到 我想好像刚才我们说到 那个很多时候 那个最大的恐惧 是源于那个未知 就是反而刚才你说的 那个软对抗的问题 就是 当然最初你都 你自己 如果很个人的 你会不会成为被针对 或者你觉得成为被人 标签为这个 你就是在做软对抗 这个你当然会 有时候你都会有这个恐惧 或者你都会在想这些问题 但是反过来 这个情况就是 当你看到越来越多人 被人标签了 或者被人定罪了 其实我做什么都中的 不如我 我做定不做 我都没有分别的时候 那不如做尽一点 或者我自己 可能我本身个人的性格 我都不是一些 所谓我做尽一点的意思 我都不是一些 我不是要特意挑动 任何人的神经 我都是在说一些 可能我相信的事情 去做 我都会明白 可能有某些事情 是对于 无论是政权也好 或者对某些人来说 是会有戒怀的 有时候我不一定特意踩他那条线 所以我对我来说 害怕 但是又知道害怕 没有害怕得那么多 但是你这个想法 我开始懂得到 你的想法就是 如果你有条红线在里 然后红线飘移 然后你就会很害怕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哎呀死了我何时过条红线 但是你发觉 那条红线大到 一片红海的时候 你又不怕 我是不是都预了 有5%的机会中的 不如先写了它 反正那剧 我觉得好看 我就拿出来先 我不管它 你真的没有被邓炳强听到 听完 他会觉得 哎呀死了 你原来不怕 但是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有趣的情感 我们猜不到 就是原来在 现在这种 我们不可以叫做白色恐怖 但是我们的确是 真的在香港 这么肃杀的情况 经历了三年了 原来我们开始慢慢 covers了这个情感 就是 大家总会有一个 被怨对抗 或者被标签怨 怨对抗的风险 是的 那对于你来说 是不是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不再 需要理解这些 担心或者问题 你已经是很 我选择了一套 我喜欢的剧我就做了 那又 又不是的 就是我想 你理解不了这么多 就是我觉得 有时候 我尽管当我是曲解孔子 就是我很喜欢他说 孔子不与怪力乱神 就是他不与怪力乱神 而不是他觉得 他没有告诉你 他相不相信 有没有鬼神 而是他告诉你 既然我都理解不了 或者既然我都控制不了 那你不要理他 你理他做什么 所以就是 如果现在的政策 或者那些变化得这么快 你根本是跟不上的 你不会知道的 因为不需要太担忧 这是第一点 但你说 刚才你问我 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恐惧呢 那我当然不是 如果我完全没有恐惧 我就现在不是黑色的画面 我就继续跟你 face to face 可以对话到 就是我都会有 会有 我想那个 我仍然有一点恐惧就是 有些事情你会知道 相对是 有可能会 踩界的事情的时候 但仍然想做 那就尽量找一个 相对保护自己 或者 有时候你知道 始终可能做 舞台剧的 其实你不只是说 你一个人的工作 其实可能是说 你整个团队的人 你知道现在是很喜欢 就是连助法的 那我当然 除了是 有时候 有时候 可能在我的工作 我就会多些考虑 就算我其中 有一些部分的成员 他完全不介意的 但也可能 有部分成员会介意 或者他 要有些 上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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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有七二 那你也要照顾他们的处境 那我会觉得 是一个 不要过分担忧 但是在一个 自己可以manageable 的情况之下 去做下去 我觉得刚才你引述孔子的说法 是很好 和我们现在 未来 如何面对着 无论所谓的 避怨对抗 又或者等等的 一些好的标签 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件事 就是孔子是 不与怪力乱神 但是同一时间 就是敬鬼神而远之 就是 我是不会谈的 但是我又不会碰的 总之 那种感觉 你是不是说他消极 是不是说他犬如 他又并不是 他是不是不相信鬼神 他又不是不相信 但是问题就是 我完全不能处理这个情况 所以我就是不与怪力乱神 但是又不会刻意挑逗他 所以就是 我们敬鬼神而远之 我们先走了 是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 也是非常有趣 还有 是 令到我们一开始 面对那个 可能上一节 我们说的 我们不知道未来 三年的未来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这个人生 怎样放三年的定期 在这个香港 但是 同时就是 如果我们将自己 那种 Risk Profiling 我们面对这个 风险的方法 就是用那两句句子 就成为了我们这一段 就是不与怪力乱神 和敬鬼神而远之 就是 都可能是一个 挺有趣的总结 星期五 其实这个 独剧就会出现 那可不可以 最后一件事 就是 导演都可以说一下 其实独剧是什么来的 就是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香港不是很多人 看独剧这个 这样的演出方式 是 明白了 那其实独剧 大家可以听到 就是独剧就是 简单来说 表面上就是 独剧本出来 那当然你说 那是不是就是 那你如果有独剧本出来 那你和自己 在家买一本 那是独剧有什么分别呢 那当然是有分别 那分别就是 在于其实独剧 你可以想像是 一个比较简单的 简弱一点的形式 去展现一个 剧本 去做给你看 那所以到时候 你可能看到 演员他都会 仍然拿着剧本去读 的 但是可能平时 大家普通 现在有时候 那些剧本都要印出来 大家都可以算买到的 那分别是什么 第一就是想象 你会是不止一个演员 就是可能你自己读 那你也是买回家 自己一个人 你一个人要升演 那些角色而已 但是现在不同角色 都有不同的演员去读 那这个是会一个 那你更加 你会感受到 因为可能是说 每个角色 和角色之间人物的关系 那你会在独剧中听到 那第二样东西 在独剧中 我们会有经历过 一段排练的时间 那所以呢 我们会很多 会就着 无论是戏剧的背景 啊 人物的关系 我们都会更多去处理 所以希望都是令到观众可以比较简单 有小时 你可以想象 有小时 像小时 你去听广播期的感觉 其实就是听到那些人 去用声音去演绎回 那个故事 一些本身 而观众你要做的 就是可能透过你的想象 就是将 你声音上 听到的画面 就好像在一个舞台上 你在脑里面 呈现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商台还有的 18楼C座 周老板 讲茶餐厅 是的 周记茶餐厅的情况 其实这个我们都可以介绍一个新的 形式给大家 其实这个形式不新的了 做了很多年了 就是 不过是 很多时候我们在舞台剧正式出演之前 我们都会有一个独剧的试演 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那剧本的情感 同一时间你未必那么澎湃的 你未必见到visual有东西的 但是你在声音上 你已经感受到那种剧情的张力 那如果一旦觉得 读剧的气氛很好 那其实以前在外国的做法就是 读剧试过了 不如我们直接摆上feater 因为大家有时不知道 剧本写得够不够张力 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 我们想推广给大家听的一个形式 而且读剧我想 对于很多同事 很多的听众来说 都是相对affordable 那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损失了不是很大的嘛 你知道看戏都会戒凳的嘛 对 所以这个都希望推介给大家 那今个星期五 《骗黑直正》 有导演的一套 由中途负责其中去做的一个剧 那他就是一个 刘伯之间就把一个伊朗的剧 翻译成中文 之前已经翻译过做英文 法文 哲他文等等 都希望带给大家 今天时间差不多 多谢中道 也都多谢各位观众 希望礼拜五 下午晚上八点钟 见到大家